最近上海的疫情又好像很严重了一些 我现在要准备去拔智池 超级紧张的 因为我第一次拔智池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好像去拍过片子 当时一科都没有 但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长出一科来了 或者是一脸懵逼 原来我长那么大 就是原来那么大的还会从零开始长一个智池出来 也是很神奇 然后这个智池我之前已经来看过一次了 然后当时是因为发言所以不能拔 现在我想着赶紧拔了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痛 所以我今天就来医院啦 我前几天在小程序上就是预约了许家会的这一家 压防锁 然后那一家之前也去过一次 还挺新的 环境还不错 去看一看今天可不可以顺利的拔掉 走 男朋友在那里等我 最近真的超严的 要三个二维码才能进 对 对 对 好 我发完了 耶 大家看一下 这是刚刚医生给我的印竹 比我想象中的好像好一点 因为我那个羊好像不怎么大 比较小 所以就直接就拔了 直接给我打了个麻药就拔出来了 打麻药的时候觉得很恐怖 拔羊的时候觉得很恐怖 然后我现在要咬 我的牙里面有棉球要咬半小时 两个小时才能吃饭 当天不刷牙不漱口 好了我现在要走了 好像也没有那么处杂 花了十块钱 我们今天要去朋友家玩 先来吃个蒜肉 1 2 3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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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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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这就是老年人的快乐退休生活吗 小区里的这种 给大家看一下退休生活 还有这种乒乓室 还有骑泪 这个是下什么骑啊 装一下 隔味有胸部 冷面 這邊的就轟差 糙 它堆大 酒 里面 这五个 这个 I can't call you mine Cause baby what you say Can make or break my day Baby what you say Can make or break my day Baby what you say Can make or break my day Wow 這個真的超好玩 推薦大家都去買這個 跟四個人玩剛剛好 超好玩的 很上頭這個 叫卡卡送 你愛我我愛你的冰山甜蜜蜜 有沒有感受到肥宅的快樂 給你看看我為你們打下的江山 我們開始中場休息吃一頓飯 點了外賣烤鴨不想出去了 Hello大家 我今天超級的開心 因為我今天要去Apple的 Today at Apple 前幾天我看了一個視頻 就是說其實蘋果的那個線下門店 都會有那些免費的課程 可以學攝像呀摄影啊 然後是免費的 好神奇啊 我一定要去試一試 然後所以我今天就報了一門課 今天下午六點半的課 然後去看一看怎麼樣 對 現在是在國津中心 我點了一杯薏米水 然後主食是這個豬肚 還有雞 豬肚和雞腿肉 這是我們點的小菜 有豆腐排骨還有炸花枝丸 配著這個油條 肉骨茶 就比較經典的吃法 吃完了就可以去上課咯 此時此刻它現在就是一個鎖定曝光的狀態 你可以手有很多重複的運動方式 永遠都是這樣 從左到右 再來一個從左到右 又是個從左到右 就不好玩了 沒有失去衛星了 ось日快樂 請不要接種 sadece回憑 也要有調理 還要造成 西還是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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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y,我刚刚上完课啦,很准时,八点钟下课,开心 我觉得特别好玩那个课,然后就是今天晚上特别开心 然后我觉得那个课真的是很适合小白去学一学 对,因为他讲的那些,就我觉得老师特别nice 然后他会很耐心的教你 然后其实拍影片,用一部iPhone就足够了 他会教你运镜的一些技巧呀,然后景别呀 然后包括怎么调定焦,怎么调曝光 就我觉得很有用啊 然后不管你平时是不是拍真的会,就是很专业的拍视频 还是说就平时拍一拍,我觉得都很有用 然后也挺有趣的,我们中途还出来就是拍外景 就是拍一个小小的作品 最后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拍了一个30秒的作品 然后他还会用,他还会教你iMovie去剪,就是线剪出来 对,我觉得挺好玩的 挺推荐大家去上一上这个课的,毕竟是免费的 对,然后老师也很专业,就很nice 我觉得这体验真的超级棒 然后以后如果有别的有意思的课的话,我也会很愿意去上 好,那我们现在要回家咯 拜拜 晚安朋友们 我来送挑一个花花给小饼 我跟小饼约了一个brunch,然后送别一下,因为他马上要回加拿大了 这个花花超好看,买了一个向日葵 因为小饼就是一个,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向日葵 他真的是一个让人看了就很开心的一个朋友 跟他相处也很舒服 然后我们今天吃的是这个Omeals 这边很帅 我帮你带几双次了 对 我刚刚跟小饼分开啦 然后就有一点点小伤感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好像在上海失去了一个朋友 因为他真的是我认识当中感染力最强的一个人了 就跟他待在一起就会让我觉得很快乐 包括我们之前出去拍视频 再加上就感觉还没有跟他好好的相复,他就要走了 因为其实我们认识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我们之前在加拿大的时候见过几次面 但是没有真正的认识 然后这一次他回来上海之后 我们有一起拍过视频 所以就就待在一起很开心 然后说我还蛮舍不得他走的 不过他这一次回加拿大 我觉得也挺好的 他很期待回加拿大 然后 anyways 就是祝他一切胜利吧 然后我现在准备要去做脸了 有点晒啊 我今天没有化妆 等一下 现在还好 等一下如果打完那个水光针之后 一定要就是防晒到位 所以 我特意挑了一个离静安寺比较近的地方 那我们等一下再见 拜 朋友们我打完了 我现在要就是要防晒 严厉的 严格的防晒 然后接下来的三天就是要狂敷面膜 对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一期Vlog就是这样咯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 那我们下一期Vlog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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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